凌鱼 果然没有让鲑鱼失望 这个女人长着甜美的面孔 还有魔鬼一般的身材 尤其是最近刚发的那几张泳装照片 让鲑鱼身体里面的荷尔蒙 蹭蹭蹭地往上涨 就在鲑鱼在独自微笑的时候 看到医院出口 我一白跟夏浅西的身影来 大少爷 大少奶奶 您们吩咐的事情已经让人弄好了 如今就等着过去看好戏便可以了 嗯 而与此同时 怀城的世纪大酒店 却上演着这样的一幕 沈总真是誓言爱情双丰手 不仅才华卓越 而且很有眼光 竟然娶了一个天象老婆 实在是恭喜恭喜啊 哪里哪里 方总里面请 世柔新婚快乐 沈以辰跟唐世柔 一度沉浸在极端的愉悦当中不可自拔 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分钟 今天你也累了一天了 要不先回到酒店的房间休息休息 今晚的晚餐结束 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怕你的身体承受不住 我没事了 倒是你今天比我还要累 真是辛苦老公了 应该也没有什么宾客了吧 要不我们也进去 柔柔 你跟一辰怎么还继续待在这个地方 酒店里面那么多的客人 你们不重点招待 这里都没有什么人了 我们现在就打算进去了 赶快进去吧儿子 我可是看了好几个老总都出席了 你找个时间跟他们好好地谈一谈 说不定还能谈到几笔生意 我知道 如果不是那该死的夏浅熙 你妹妹这个时候 就是你们婚礼的伴娘了 可是她却可怜兴兴地 独自待在监狱里面 只要一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恨不得将夏浅熙这个女人 给死成稀巴烂 今天就不要提这件事情了 一末的事情 我到时候再派人 给监狱的人送点钱 好了好了 不提了不提了 于是乎他们一行人往酒店里面进去 而刚好就在这个时候 红毯的屎端 一辆黑色的麦巴赫 缓缓停在了这里 这辆好像好漂亮啊 是今天晚上我见到过所有出厂方式里面最炫酷的一辆了 这是麦巴赫里面的限量款啊 全球只有二十辆这样的车子 它的全名叫梅赛德斯 麦巴赫 Landlight 这些车子是给全球有钻石黑卡的超级富翁所准备的 甚至我们华国 似乎只有一辆 真的吗 这么夸张 我有点不敢置信 到底是谁才有资格坐上这样的豪车 难道是博家的二少爷博些绝吗 也就只有他这样身份地位的人 才能够快得起这样的豪车吧 谁知道呢 看看从车门上面下来的人到底是谁就可以知道了 这个女人 可不就是上次国际服装大赛上面的冠军夏浅熙吗 差点忘记了 夏浅熙可是唐诗柔的好朋友 今天唐诗柔举办婚礼 夏浅熙不可能不来啊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 曾经报道过夏浅熙的男朋友可是神已称 是唐诗柔抢走了夏浅熙的男朋友 并且两个人还欺骗夏浅熙 对对对 差点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而且你们看 夏浅熙从头到尾都是黑色 胸口还有白色的花朵点缀着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去参加唐诗柔婚礼的 更像是过来砸场子闹事的 因为夏浅熙的出现 这些人心里面已经自动脑补了一场大戏 他们录了这一则视频之后 为了抢独家 立马就传到了网络上面 并且还起了一句标题 设计女王夏浅熙不甘男朋友娶闺蜜 如今气场全开闯婚礼 这是要抢婚的节奏吗 进入电梯 来到今晚唐诗柔婚礼举办的楼层 当然 在夏浅熙朝着宾客缓缓靠近的时候 正在跟宾客攀谈的唐诗柔 当然也注意到了夏浅熙的存在 我朋友来了 不好意思 先失陪一下 很快 唐诗柔就走到了夏浅熙的身边了 浅熙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 没想到 你既然还出席我的婚礼 我真是感到又高兴又意外 这可是你的头昏 我不来 有点说不过去了 下次的话 我就不来 剑西 诗柔真诚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是想要跟你不计前嫌 而你啊 你看看你今天晚上的样子 你这是来出席婚礼的模样吗 我看你更像是在送葬 既然这么不情愿 就直接走吧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沈亿诚 我以前怎么就不知道 你是这么不敢玩的一个男人 怎么 怕我今天晚上闹事 有本事 你就把我给赶走 你口口声声的说不喜欢我了 但是你最后还是来出席了我跟世柔的婚礼 在你的心里面还放不下我对不对 沈亿辰刚说完话 他握着夏浅西的那只手腕上面 突然间就传来了剧烈的痛印 他不是你碰得起的女人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 我也没办法 还没走出多远 视线里面竟然出现了夏政朗 唐玉妹 还有薛文君三个人的身影来 夏家所有的财产都已经给你了 你现在还来出席柔若和已成的婚礼干什么 难道要把我们家闹得家破人亡 你才能够善罢甘休吗 看看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你不要把我给气死了才好吗 家破人亡 我有家吗 再说了 今天晚上不是我自己想要出席 唐世柔跟沈颖春的婚 是唐世柔非常真诚地邀请我 我才过来 柔柔 不是告诉过你很多遍吗 远离这个恶毒的女人 到时候还把她给邀请来 爸 虽然我跟浅西之间的恩怨很深 可是 我也想把我们之间的恩怨给化解开 所以才偷偷地瞒着您 去邀请她 今天晚上我们都不欢迎你 你赶快离开 否则到时候我叫人把你赶走的话 那就太丢脸了 你我夫女一场 我也不愿你面对如此丢脸的事情了 怎么 我拿着邀请函 都要被赶走吗 不管你有没有拿着邀请函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我们不想要看到你 郑郎 你还是消消气 既然浅西都来了 就让他在这里待一会儿吧 他应该也做不出什么坏事 浅西 你也知道 你爸爸性格就是冲了些 不要放在心上 来 阿姨给你找张空桌子 女妹 你怎么跟柔柔一样善良 她可是个祸害 留下她待在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今天晚上 我们每个人都会出事的 是啊 亲家母 这个夏浅西 我是一点都喜欢不起来 当初跟我儿子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贪图我儿子的钱 毕竟我儿子长得又帅又聪明 关键还是公司的老总 夏浅西可没少做过 害我儿子的事情来 薛文君不说话还好 这一说话 倒是让夏浅西想起 曾经被当成提款机的事情来 只见夏浅西 将所有的矛头都放在了薛文君的身上 你 你 你这是想要干什么 想打我吗 我告诉你啊 今天晚上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 如果 如果你敢打我的话 你信不信 你的名声就臭了 夏浅 说我探头你儿子的钱 你倒是闷心自问一下 我跟水已沉在一起的这些年里面 到底是谁在花着谁的钱 你是不是忘记了 你儿子在读书的时候 你拿不出钱来供养他 还是我省吃锦用晚上出去兼职 才让你儿子有钱花 你儿子身上穿的 用的 都是我的血汗钱 我看得没有 我这些年轻败的